你看虎妞你在头上积的样 虎妞整天跟没板似的 你去草坪里行吗 草坪里咱活动活动 看有没有变化 接着这是两个半只 给它剪开的鸭子 就是没有头 放开吧 你去草坪里行 虎妞 你咋翘过去了 那么高翘过去了 吃吧 虎妞怀孕是37天了 你看这肚子 虎妞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主 直接这么高的栏杆 它跳跃能力很强 直接从栏杆就跳过来了 你慢点吃 赫姆的这一块直接进嘴里 你看看 虎妞的里边一个大牙有可能不太好 所以他一般嚼这种整块东西很费劲 但是你偶尔也得让他抹抹牙 他的牙也痒 看这状态37天了 这状态就是肯定是带胎了 但是多少啊咱就肯定是不知道 到时候60天的时候开盲盒就行了啊 具体什么颜色呀或者体质啊咱都不太清楚 反正就目前断定的话他肯定是带胎了 看嘛他跟猴一样 他不让你就是待在原地 一直吃你一直排他不让 出来之后就跟猴一样控制不住 还跳呢怀着运大肚子了 还踢越栏杆越的跟啥似的 你可以当跳高冠军了我看着 你能转多少圈 旁的半只鸭子也是你的 现在还没有就是大量的让他吃东西 我不靠近他那么近了 靠近的话他吃的太快 吃的快了也是大块的进 进到这个嗓子眼里边 他也是嚼不乱也是会吐出来 那很难受 直接咽了 快点还有吃去吧 你还转哪去啊 你还转哪去啊 这是一只鸭子对于虎妞 现在这个怀孕中期这个阶段的话 指定是不少的 但是他老长时间也没出来了 就吃多吃一点 让他在外边就是活动活动 对他还是有帮助的 我说的 吞了 打扫打扫吧 你看你吊着一块块的渣 啥都有 虎妞也是刷板高手 每次吃完之后打扫的可干净了 还是乔你把你吃的东西打扫干净不行吗 看呗 虎妞他最喜欢的玩具也是乔 玩会儿吧玩会儿吧 虎妞的骨架要比刚来的时候粗壮了很多很多 他现在就是 将近100斤左右吧 没怀孕的时候 没怀孕的时候 对把你的那个吃的残羹剩饭 全部打扫完 没事吃你的圣扎 吃的干干净净的 要不然等会儿还在招苍蝇 虎妞的饭量很大 虎妞的饭量一般就是很少让他吃 吃上10层饱 一般都让他吃8层饱 必要保证他的那个肠胃健康 吃多了 吃多了吃撑了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说就在给他控量 像虎妞就在控量 胃口太大了 活动活动吧